南区新荣里的人口即将突破5500人 考量到许多上班族可能会遇到法律的问题或是权益周分 想要寻求协助 又碍于礼办法服务多办只有半天 有里长参选人就延伸法律服务到夜间 开办周一到周日的夜间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希望能够为李明来解惑 民众向律师求助说明住宅道路用地纠纷问题 许多上班族遇到法律问题或权益纠纷 往往碍于咨询费用 或是礼办法服务多办只有白天而作罢 为此有里长参选人就延伸法律服务到夜间 提供免费咨询 因为我们这边信荣里的特色是 我们有15栋以上的大楼有5000多人 大部分都是小支家庭跟上班族 那他们其实常常生活中遇到一些大小法律问题的时候 会为了法律问题 光是咨询就要请假 会需要浪费很多的成本 那很幸运的是在政工竞议员 他们的媒合之下 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个律师 决定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 有不同的律师来这边注点 做一些免费的咨询 那针对上班族可能平常上班时间 比较不容易有空来找律师咨询 我们也特别开设夜间的法律咨询服务 让一般的上班族可以有来咨询律师的时间 南区新荣里人口即将突破5500人 社区大楼多 不少民众对这项服务都表示肯定 选在服务处推出法律服务 也是希望让咨询民众有别于 在一般事务所的紧张心情 那社区民众经常比较遇到的问题 就是车祸案件或者是家事案件 那还有就是跟邻居之间 以及公寓大厦之间的问题 那或者是土地纠纷问题 我们这边之后都可以来为社区民众来做解答 这天也是参选人服务处成立 多位地方士生都出席祝贺 期盼能够深耕基层 为李明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记者张伟霖 台中采访报道